您倒竟然能摆这么整齐 到这里 它的货都是摆在外面 然后电源在里面 这些价钱也不是很便宜 也都摆外面 既然还有提管机 然后它的门口在这里 然后这边也有放很多东西 这边也有放很多东西 然后这边出去就是 妈祖庙 它完全没有在拦 是不是很特别 东西都摆外面 不怕贝贝盐通 这还可以洗手 今天拜拜盐特别多 好像是有什么活动吧 我买了半只烤鸭 小朋友好喜欢吃的样子 这个是酱 这是烤鸭皮 腻鸭两吃 这个是炒的 炒的好香 好好吃哦 哈啰 我们刚刚去拜拜回来了 我们刚刚去拜谁 拜包主 快吃吃饭了 谁哭的时候要拜拜的 我要拜拜 谁是谁哭的 说我要拜拜 又要拜拜 孤狼很惨的样子 不给他拜 好像都不好意思了 他不是那么亢奋 他是 有点难过的样子 就是我把一个葱 他只有葱啦 如果有金菜就更好了 然后跟皮跟柚 一起放进去 就快开咯 你要吃吗 也许咯 小朋友吃的好多 我特别喜欢切它的皮 比炸的好酥醉哦 什么事给你炸 烤的 炸的我反而不熟 买的时候冲是两颗长的 冲可以太少了 还有菇吗 不要啦 还很满还很多 很多 这个很少 这个少好多 他剩一点点 很少也就说剩一点点 因为伯母喝了好多水 妈咪就是不会撒娇 所以很吃龟呢 这才叫给伯母呢 这个我很多 不然你加给副种了 哪有副种啦 妈咪这个我很多 看他就不会倒出来啦 我煮了粥 九个粥粥肥鸭好快 在台湾什么东西都能吃得到 什么广东美食啊 进来来台湾也有长粉 白切鸡是 客家店里面会比较多有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两样啊 广东美食就是长粉跟 白切鸡啊 我最近发现台湾的 鹅又也做的很好吃 白切鸡肉 我不敢吃 鸡肉 鸡肉 我们都不要 我不敢吃 有朋友在妈咪影片下面留言说 你要去南极看 这个要花一百多万 妈咪论斤 外都没有那么多钱好啊 你以后刚刚自己赚钱好 妈咪没办法 妈咪说你可以去当科学家 就有机会去哦 没有当科学家都不可以 对啊 因为那些地方是科学家 科研园园才可以进去啊 叫宝宝的家 对啊 那是去有小朋友的家 但在里面要保护他家 要不给大家都进去他家 破坏他家 他就没有家咯 妈妈没拿一包卫生紧来了吗 好 谢谢你 我觉得台湾的米很好吃 在台湾随便买各种米都很好吃 你看我在大陆是一定要买东北大米 我才吃得下其他的米 我不爱 记得以前在广州我姐夫 因为小朋友不爱吃饭嘛 他就说 要去买一个很贵的锅 那时候佛花两千多买一个锅 真的是很贵很贵了 一般的锅也几十块嘛 那个年代 他重金去买一个两千多块这样的锅 然后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锅啊 好贵哦 原来说 小朋友不爱吃饭吗 就买一个 好用 贵一点的锅 看煮饭会不会好吃一点 其实现在我想想 那根本不是锅的问题 那是米的品种的问题 米本来就不好吃 人家就希望小朋友吃得单纯一点 我去前当鸭做的时候 有一个医生他很喜欢吃烤鸭 然后他就说他一个人吃太多了 要来到诊所 跟我们一起吃 然后叫我们帮他买 同时就去外面买了 一直回来 也是这样子 有片皮的 跟那个炒的 那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吃烤鸭 哎 台湾吃烤鸭好特别哦 还有炒还有片皮 那还有一种钱 有这么多种吃法 没有吃饭然后就买饮料 一边喝饮料 一边吃烤鸭 还是买纯水汤的饮料呢 我干嘛了 医生请客啊 牙医带也有钱呢 拿医草有钱 好不好 就像一个牙医他多 一个月 干嘛 他一个月还房 他要还20万 有一次我们休息嘛 我们就吃饭 吃饭睡醒一下 再回来他说 他就躺在那个 已经那里说 哎 刚刚花了20万 然后我说他那你买了什么 因为他说他去逛街嘛 他一下子 哎呀中间都已经逛街 然后他就逛街去了 他买一个沙发 20万 他住在台北 他说压力大的爆棚 好吧 知道烤鸭是因为我看那个 台湾有一个明星叫张婷 他以前演了一部电视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台湾拍的 叫穿夜时空的爱恋 然后里面有讲到烤鸭的东西 我那时候才知道烤鸭这个事情 然后我老公说 说 说烤鸭台湾就在做啊 那为什么叫 北京烤鸭 不叫台湾烤鸭就好了 北京人呗 我说难道 又是老兵带过来的吗 因为我老公 我问他就是美式是怎么来的 我老公说 不知道我来的 是老兵带来的 像什么沙茶酱啊 所以我说这怎么来的 是老兵啊 然后我在想 老兵 为什么我想到老兵 我就想到吃的 我没有想到他们打仗的东西 我就反而想到 老兵带了好多好吃的 来台湾 为什么台湾这么小 会有这么多美食呢 广东的也有 东北菜也有 北京菜什么 还有江苏 浙江杭州那边的菜 各种各样都有 还有什么上海小汤包 哇 我就很好吃 为什么台湾这么多 就是大陆那边各个省份的美食啊 那时候就不懂 去一哥买两包嘛 吃完一包 我最近 很爱吃酸辣东西 然后 我还在这里 这个是我在前面买的 我以为他是台湾的 然后很兴高采烈 打开 我马上吃 还有前面的头像 对 我为什么以为他在台湾的呢 但是因为他有这个前面的头像 我以为是台湾的 一打开 我说这什么鬼东西啊 这么重 一股表白水的味道 然后我一看 果然有表白剂 然后还有 还有色素啊 我就 我说为什么会有色素 然后再往下看 人抢店竟然是国外的 然后不讲 就不吃了 我老公说就给他吃 他自己会走 站住 我说不要吃了啦 一堆表白水的味道 我这时候买台湾的 然后 之后呢 我每次去买东西 我就要去看 一定要看产地 你看这个 哇 我一打开这个 香香的芒果味 你帮我作证是不是有芒果味 这芒果味啊 很香是不是 我尝一下什么味道 芒果的味道 好香哦 完全没有什么 奇奇怪怪的味道 那它就是 新香的 爱玩芒果 然后加了它 你也吃过 凤梨 你也吃过凤梨哦 这个不是凤梨 就是芒果 芒果想象不要吃啊 这个不是业配哦 今天不是业配哦 都蒸了帽子 台湾的芒果肝 我真的看了 我是怎么知道 台湾芒果肝了 是有 有朋友 在我眼镜上 留言讲说 叫我去买芒果 我就去 摸摸上面买 买了 买赤 后来就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 来 我才是季节性的吧 是呀 好了 没办法 就要回去了 你可以少量吃一点 但不要一次吃太多 你看它的颜色 这就不是芒果正常的颜色啊 你不是不灵的话 你就直接吃下去也不知道 这才是自然的 芒果变干了 就有的颜色 就下来了 哇 会晶亮亮的 王通通的 我发现我来台湾哦 因为我很喜欢 很爱看的到那包装啊 写的什么 吴天家 大家研工未经防腐剂 他会特别的住民 吴天家什么什么东西 哇 今天也感觉好放心哦 这个剂样子呢 我在大陆很少很少会见到 会见到你们的 来台湾做 很常见到 只要是台湾的 铁蛋 台湾名产哦 铁蛋台湾名产哦 我喜欢吃小的 有茶叶蛋 但是我喜欢吃炒伤的茶叶蛋 来台湾就这样嘴叼了是吧 台湾茶叶蛋 他们很像是拿好的蛋 去敲的 你就烧伤吗 我之前看到的是他们 跟 不一定啊 可能不同店家也不一样啊 有些店家说不定 你用不同的品种下去 因为 但是不管它 但贵还是便宜 超商那个茶叶蛋真的很好吃 现在涨价了 你买一个要 18块这20块是吗 肯定啊 各位 有一次我买一个要20块 我觉得好贵哦 20块 还不错 我买两包又 超薄的 其实太薄了 是130 哦好满哦 好一滴大盒 这是拜拜的东西 然后这是喜汉儿的饼干 这也是喜汉儿买的饼干 100块加4颗 我觉得没办法算的 有凤梨酥啊 这些 买来试试看 这个我一过去那个老板说 90块加3颗 我记得很便宜 我就买了 华龙果 我买了三颗这个 因为我知道现在是四纸的季节 超大的哦 好大颗哦 我手很大哦 你手很大哦 过来 过来看一下 你宾宾大还是她的 宾宾转过来 宾宾 你又不拉起来 宾宾 你小朋友屁股要大声 你不要拉下来啦 宾宾好大 宾宾 宾宾有这个面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拌的时候 我在想 嗯 这是也拿来烧吗 台湾也太奢侈了吧 然后呢 我在那里想了好久 一边拌一边想 我说 可是这都是塑胶的 烧饼干 烧饼干给妈祖吃吗 我在那里想了好久 那下什么水果你知道吗 不知道 柿子 算你果然在冬天冷一点才会好吃 不是吗 我就是负责吃的 这个不是不好吃 在大陆 正常的小番茄就是这个味道 我老婆说这个不好吃 我说我正常在大陆吃的就是这种小番茄啊 然后那个皮很厚啊 所以要沾眉粉啊 所以我是说 台湾的农民养出太多台湾嘴雕了 拜拜 拜拜 下次见啰 咱们